然後呢 乾電池要注意所謂的型號 這其實也不用注意啦 為什麼不用注意啊 因為它大小差很大啊 它大小差很多啊 你買錯放不進去啊 買太大塞不進去啊 買太小會晃來晃去啊 卡不住啊 所以應該 所以知道要注意型號 你看要知道說 我要去買三號電池還是買四號電池 這個你要知道啦 你萬一買錯就是不能用嘛 買錯也不能用 所以你要裝錯也不可能了 你要裝錯也不可能 然後電壓大都是1.5伏特 當然1.5伏特 然後呢 注意正極跟負極這很正常嘛 凸起來那一頭是正嘛 平底那一頭是負嘛 正不要接反 接反就沒有電了 然後呢 標準它是有肉液 就是旁邊跑出來 有肉液把這電池就壞掉 就要把它丟掉 把它丟掉 長時間不用的時候要把它拿出來 可是即使你什麼都不動 它9999它也會自然自然都沒有電 所以理論上電池也是有保存期限的 上面都有標明 不過一般人都不會注意啦 應該保存起來滿久的 除非你那麼倒楣啊 就馬上都快過期了 不過應該 因為它流動量也滿大的 所以一般人買的時候也不會注意它的保存期限 但是基本上它是有保存期限的 保存期限 OK 因為太久它就自然就會變得沒有電 然後呢 乾電池的優點就是它不意外露 攜帶很方便 最大的一號電池也是一點點大而已啊 拿起來丟來丟去都沒有什麼問題 不重 攜帶方便 好用 OK 然後呢 價格也很便宜 價格也很便宜 使用上很方便 但是它的電壓呢 會比較小 它的電壓比較小 它只有1.5伏特 更重要的事情是它容易衰減 它容易衰減 它容易衰減 好 尤其是碳氫就是那個 碱氫電池能夠活得比較久 電力持久 碱氫電池活得比較短 它的電壓容易衰減 電壓不夠就推不動 就是沒有電的意思 沒有電的意思 好 那乾電池基本上是不能充電的 這種不能充電的電池 稱為原電池或一次電池 尤其是碳氫電池 不要拿去充 那會容易有爆炸的危險 然後呢 現在有一些人發明了一些機器 說可以幫乾電池充電 你如果要用 我只能說你要小心用 第一個 那個也沒有什麼很好的效果 而且它容易會有危險 基本上他們都是不能夠拿來充電的 那剛剛跟你講過了 然後我帶到一下 容易沒有電 因為電壓不夠 我們每一個電器能夠忍受的電壓是不一樣的 我標示要1.5伏特 可是也許1.2伏特我還是推得動 還是可以動作 那那個東西可能要1.3伏特才會動作 所以拿個電池如果降到了1.2 1.2對1.3就是沒有電了 就是沒有電了 推不動 可是對1.2的還是有電 所以可能拿起來 所以上次有人做過一個科產說 可以重複使用 放到這個沒有電 放到那個有電 那是因為每個東西能夠忍受的電壓會不同 有些要求高一點 要求低一點 所以也許拿去弄刮鬍刀的好像沒有電了 放到遙控器上還是會有電 所以它有不同的關係 但是它有足夠推動力 以上就是跟各位有介紹 有關於乾電池的部分 OK